好,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无上圣身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朔词,愿解如来真实义。 中风三十细念法事。 尊敬的各位同修、最后法, 好,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呢,再借这个佛二,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借这个音缘继续给大家来洗讲 中风三十细念的内容的主要性。 希望我们对中风禅师的开示, 能够获得学习的利益。 首先呢,先给大家 受一声恭喜, 也祝福大家 今天能够发心 在这个佛二当中 能够来塑持这个八观灾结。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 你们收八观灾结人 怎么样? 还好吗? 非常好, 很好。 有缩的,请举手,请举手。 非常难得 这个八观灾结功德 确实佛在经典 在经上 为我们讲了很多 这个功德确实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比方说有一些人啊 想要远离恶道 恶道是指是三恶道 因为我们这一生啊 很多从我们的身口一三叶 不断的去造业 最后呢,有时候很害怕 将来啊 因为我们所造的业 会堕在三恶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大家能够 在一日一夜啊 以清净心 然后呢 说持这个八观灾结 佛在四三叶道经啊 讲得很清楚 这个人呢 第一不断的 不断恶鬼 不断畜生 是不断阿修罗 这个就是我们 佛在四三叶道经啊 简单做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但是啊 我们怎么行使呢 八观灾结里面 已经讲得很清楚 当随学 随作随耻 你要付出这个代价 你才能够获得 有这样大的功德 你看六十万是一时无忧 吃穿你也不用愁 所以这个八观灾结 真的功德太大了 特别的就是因为他的时间很短 一日一夜而已 特别是在我们的无量寿经 你看讲得很清楚 一日一夜为清净 能够来硕持 你的功德超过一个人 在西方极竞的世界为善百岁 那个功德特别大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这个功德从哪里来的 清净心来的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么大的功德 哎呦我今天要授耻把关灾结 授耻好了 没有遵守 内容的一些遗轨 做法 你是得不到的 所以 一定要随学 随作 随取 这样才能够获得功德 所以恭喜大家 能够在这个地方 来授耻这个把关灾结 那以后有因缘 大家一定要参与 不用害怕 不是说今天我授耻把关灾结 我不小心犯了罪了 我怎么办呢 佛是不是说 你马上下地狱 没有啊 佛没有这样讲的 很多人说 我受了戒了 但是我不小心犯了 戒怎么办 人家隔壁 刚好在开那个音乐 或者 我上车要回家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犯了戒 不是这样讲的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 你那个念头 故意的去犯 那不是犯戒的 这个简单给大家说明了 所以大家要 互相 鼓励 这是很可惜 很可惜什么呢 如果大家能够跟大家 聚会一处 住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诵经 一起来受止把关灾结 那这个理想真的非常好 那这个理想真的非常好 真的耶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家里 有时候会偷懒 有时候会懈怠 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随着自己的习气 自己的习气犯了自己的过失 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能够依重靠重的大家一起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起来修行 一起来诵经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听经 那这个功德太圆满了 希望我们雪梨尽快 这个道场能够建起来 以后呢 可以啊 供给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来修行 我们祈求啊 这个护法隆天 这些诸佛菩萨加持 希望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用功 我们大家一定有信心的 我们一定有信心 因为这个人生太短了 真的太短处了 人生太短了 所以过去呢 佛陀啊 在世的时候呢 常常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什么样的法是无上的法呢 什么样的法是最无上的法 最无上的法只有一个 就是你要常常去观想 生死的无常 人生的无常 你能够去观想 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就不容易被迷惑了 你那个心就容易觉悟 就是这样的 这个都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一章 这个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的第一章 今天要跟大家来学习的就是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宋弥陀经 啊 完之后 下面 有一所巨颂 这一所巨颂呢 中风果实啊 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看 道人若要寻规录 但向尘中了自信 下面这两句呢 其实啊 中风果实啊 要我们呢 特别是念佛的人 我们念佛的人哦 要什么呢 你要留意啊 你要去留心来学习 那为什么要留心来学习呢 因为这个对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比较实用 当我们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远 你那个心怎么样去面对 所以你看这个前面的这一条 刚才那一条 道人若要寻规录 道人上一次已经给大家说明 就是只学佛的人 就是学我们念佛的人 今天如果我们来学佛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念佛 今天如果我们真正想要 旋规之路 旋找 这个规 规都是回头的意思 路 路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解脱之路 一般来讲就是走 往幸福 美满 快乐 的路 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回头 想要寻找我们的人生的幸福 我们人生的快乐 我们人生的美满 或者在这个人生当中能够得到解脱的自在 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找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深度的去学习啊 你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你想要了生死 离苦得乐 你要用什么方法呀 给大家看的那一张 不是刚才第一张 第一张的 对 那从这个一段里面 其实 中风产是讲得很清楚 他要我们去寻找 为什么要寻找 要什么我们要回头呢 中风口是为什么要我们回头 因为我们啊 生生世世五量节以来 你看我们五量节以来 都在哪里 都在这个苦海啊 流浪啊 痛苦 受苦受难的 我们在这苦海里面 已经打滚了 五量节以来 就没办法离苦的了 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 中风口是告诉我们 最大的原因 原因的根本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们众生迷了吗 问题来了 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迷呢 为什么无法超越六道轮回 无法在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离苦得乐 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会迷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我们每一天不断的都在迷惑 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我们为什么会迷 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 宇宙的事实真相搞清楚 搞明本 所以你对很多的事情 在你的眼前的生活 很多看不破放不下 太多的事情 我们很多碰不下 看不破 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真相 你没有真实的去了解 透彻的去明白 产生的这样的烦恼 产生这样的六道轮回 因为我们迷了 我们自己真的很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 中风果实叫我们赶快回头 你必须要回头 没有回头 你是没办法的 只有回头才能够帮助我们 那你今天想要回头 你要依靠什么呢 你要依靠什么 这个我们要清楚的 你说我要依靠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念佛的时候 我们不能得到成就呢 有一些人说师父啊 说容易放下容易啊 但是做起来难了 对啊 我没有说修行难 修行很容易啊 如果说行容易的话 释迦牟尼佛不可能 这么多年修行 经过这样的大的磨难 考验 最后证得阿弥陀佛 上面有三菩提 他也经过很久啊 如果容易的话 阿弥陀佛不可能经过五节 才把阿弥陀佛西方 其他世界建立起来 然后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 如果容易的话 地藏王菩萨不可能 五量节以来生生事事都在发大事业 为什么要发大事业 因为众生太难度了 太刚强太顽固了 所以不断地发心 不断地去发愿 但是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我们这一生当中 对于这个世间 你要不要过于执着 要我们从内心的去放下 就是让你去学习啊 学习什么呢 当你面对这个 我们所讲的 佛常常常讲 我们人生是无常 生死是无常 当你这个面对这个无常来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 无常随时都会来临的 在五分钟一秒钟都可以随时来临的 当你面对这个无常来临的时候 你那个心才不会这么痛苦 很多人在念佛当中 诵经感觉修得不错 当他面对事实的真相的时候 放不下看不破 都是被这个境界而所转的 很多人 你说 好我今天我放下 我今天我念佛念得不错 当你遇到这些无常来临的时候 你能不能面对他呢 有时候我们很多 境界来的时候 都是在造业 都是在执着 都是胖子下的 那 你想一想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为什么这么苦 就像什么 像乌龟 偷壳 活牛 剥皮一样 为什么这么苦 他放不下呀 太过于执着 这个身体是真的 这个身体是他的 所以他放不下 所以他很苦 苦到像这样 乌龟 活生生的 他的壳 把它脱掉 一只活活的牛 活活生生的牛 活生生的牛 皮马脱皮了 剥皮了 你说他苦不苦 很苦啊 很痛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回头 中文股市叫我们 要回头 那依靠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这样讲 大家听懂吗 会不会太怪啊 这样呢 我讲的 都是从我的生活里面 去体验 给大家分享 真的 放下不是在嘴上讲的 你要点点滴滴的 去学习 从你的内心 去放下 真的 总有一天 我们会面对一些 我们不想面对的 我们每个人 总有一天 会面对一些 我们不该面对的 当你面对 这样的时候 你能不能放得下 但是你点点滴滴 在学习每天 点点滴滴累积 当这个面对的时候 这个事情 这个境界 你就很容易的 你不会这么 你不会这么苦的 真的 你要相信的 湿气了一个东西 会为苦 你会很痛苦 会啊 你不会很烦恼 会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属于中风果实 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今天学佛的宗旨 学佛的木雕 作为佛的弟子 我们应当怎么做 一定要把佛陀的教会 把佛所讲的这些的教会 佛法 来帮助我们化解 我们种种的烦恼 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头 因为我们现在 在 迷的这一案 我们现在在 在这个 迷的这一案 我们要怎么样达到彼岸 他依靠什么 他依靠佛法呀 一定要依靠佛法 因为佛所讲的 这些的理论 都是经过 他的自信流露出来 每一字 每一句 都是能够帮助 我们一个人 众生解脱的 因为他自己老人家 已经解脱了 已经得到了 所以他把他的经验 来分析给我们 这些分析 都在全部在经论里面 这些经论 我们应当要学习 那我们怎么样来 化解我们的烦恼呢 我们怎么样来 能够达到这个彼岸呢 中风果实教育我们 我们一定要修道 我们必须要修道的 像释迦牟尼佛 在路远远讲这个四地法 告诉我们 苦即灭道 苦 人为什么会苦 苦从哪里来的 我要怎么样离苦 释迦牟尼佛最后 你一定要修道 那修道要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看下面的 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呢 走觉悟的路 那现在 我问大家 觉悟的路怎么走呢 我们有没有觉悟啊 我们今天念佛念了很多年 诵经天天都在诵经 学佛啊 我们都学很多年了 有没有觉悟 师父我有觉悟啊 对啊 你有觉悟 但是你那个觉悟不是正觉的觉悟 你那个觉悟还是 还是在门口 还没入门的 所以刚才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又怎么样觉悟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要常常去观想 观想什么 观想身世无常 去观想这个人生是无常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心就容易觉悟了 你不会被这个外面的很多的这些事情而所干扰 被迷惑 你不会的 不会那么容易 你那个心非常的清楚 那虽然这个觉悟的方法很多 我们看下面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虽然佛头所说的法很多 有八万四千法门 这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这个方法 就是叫你观察无常 全部都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说明这种事情啊 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明白人生之无常 生死之无常 你就能够懂得以这个方法 以这个佛法如何来划除我们的烦恼 划除我们的惶恐 你能够划除你的烦恼 烦恼没有了 自自然然 我们的人生就过得不会那么苦 我们今天为什么过得很苦 因为你都在辞着 执着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过去 有曾经问过一件事情 他说师父 我为什么学佛不能得理 我的人生为什么 没办法得到解脱自在 为什么我的人生很苦 其实如果你冷静下来 你去观察 你去观想 你可以找到你这个答案了 人为什么会苦 就是从你的我执 因为你这个我执 你才会跟人家计较 你在活得很辛苦 你就活得很烦恼 你就活得很厌恶 因为那个我执的存在 会有自私之力 会有贪生之脉 你能够把这个我执除掉了 那恭喜你了 你的生活 那真的解脱自在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 划除我们内心的烦恼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烦恼 有没有 家家有本能念的经 每个人都有烦恼 有些烦恼比较重 有些烦恼比较轻 我们每个人都有 因为凡夫嘛 对不对 眼睛看到一个人不顺眼 我也是很烦恼 听到一些不喜欢听的 也是很烦恼 很多事情 我们在这个内心里面 怎么样来划除 怎么样来解决 中风火事下面这一句话 那个才是关键 什么呢 淡相沉重了之心 你看这一句话非常好 那个中风火事讲得非常好 淡相沉重了之心 什么叫做淡相 我们来看下面 淡相最主要的是指什么呢 淡相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中风火事的教导 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好好来用功 我们要在这边好好来用功 我们要在这边好好来学习 怎么样来学习呢 中风产事教导我们 沉重了之心 你看 你要踩这个地方 你要好好来聊 你要好好来学习 在沉重了之心 所以你看明星见性的人 大测大物讲话都非常有水准的 一句话直接了当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没有拐弯抹角 就是教你这样的事 所以中风火事在这一句话当中 其实呢 在这个地方啊 讲的沉重了之心 讲的比较高度一些 为什么产事 要怎么样讲呢 他讲的比较高度 比较深度 为什么中风产事 没有说教我们 信愿念佛了之心 而说 教我们要淡向沉重了之心 你看中风火事 他没有讲这个 他讲你要淡向沉重了之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多念佛的人啊 看到中风产事的开始 这一句话有人会讲 很多人哦 那我们不是 三十七念 不是以念佛为主吗 为什么要淡向沉重了之心呢 你看很多人会讲啊 我们今天念佛不是 信念为先吗 持明为主吗 那为什么要沉重了之心呢 这个就是中风火事的高明啊 他的高明 他真的很高明 看到人 的喜剧 看到人的烦恼 为什么我们念佛 不能得力 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 末法时代 只有靠净土法门才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的 但是为什么呢 明明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讲错了 没有 是我们解错了 释迦牟尼佛没有讲错的 释迦牟尼佛是把世子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 释迦牟尼佛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有靠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能够帮助我们的 那为什么中风火事 在这个地方将我们要 但向城中了住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信运 你要知道 你这个信运 我们今天的信运能不能坚固 是怎么样来培养的 中风火事来告诉我们 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 某一大师所讲的 信运之有 但是这个信运你要在哪里培养呢 你要如何去培养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持名是指这句名号的功德 这句名号的功德确实真的不可思议 但是这句名号我们应该来修学 让这句名号跟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融合而已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更进一步来讲 我们一定要来学习 那学什么呢 那怎么培养的呢 怎么样融合而已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念佛法门之所以成为方便容易啊 简单恶要快速文旦 就是因为他三根仆辈 力顿全收啊 他真的是这样的 无论你在一切时一切处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你在哪里 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它就是念佛法门 不会影响我们任何生活的方式 它不会影响 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修 无论下下根 无论是上上根的 他都能够修 无论他认识字 无论他不认识字 无论他是富贵 贫穷 都能够修 只要他肯念 那怎么修呢 在成中 那成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成 大家都知道 在佛法中 里面所讲的就是成饶 成所指的 在佛法里面就承扰 如果从他的具体来讲 更进一步来说 称为叫六成 叫六成 那六成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你看我们的眼睛 在这个外面的境界当中 所看到的色相 所相处的 所接触 你眼睛所看到的 在这个色相当中 一般呢 我们会怎么样 很多会污染我们的心 对不对 你眼睛所看到的 你今天无论你看到什么 有时候啊 他常常污染我们的心 比如说你看到好的 你不会 会不会洗了一个欢喜的心呢 会不会 你看到你喜欢的啊 哎呀 这个我好喜欢 我今天我的先生 很听话哦 又不发脾气了哦 又会念佛哦 又跟我来诵经哦 哎呀 我很欢喜耶 嗯 老蔡今天很乖乖的 坐在那个沙发 听经 又能够念佛 听经 哎呀 不错 还不错 还欢喜 看到小孩 能够听话 能够 不跟父母 顶嘴 能够很孝顺 给你感觉很欢喜 看到我的生意啊 非常的好 今天啊 生意也要赚大钱 哎 我真的很欢喜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对不对 你眼睛所看到的 突然间我到银行 看到我的户 户账号 哎 他本来是身价五千块 哎 现在变成五十万 哎 我好开心 都有这种的 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嘛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 看到的 所看到的 你的心都是在变动 都是在波动 当你比如说看到不好的 你的心是怎么样的 你的心会起了厌恶的心 对不对 像 像那个 前几天 有一位 这个 到场的一位总干事 他是干部 在马来西亚 他打电话给我诉苦 说诉苦 做总干事好辛苦 我说真的 能够做总干事都是菩萨在来的 那个不容易 我看到有一些义工真的不听话 我心里好难说 很多事情 所看到的这些的万物 设想 你会落到你的这样的 然后 怎么样呢 落下你这个灰尘 你会起了烦恼 但是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无论你看到什么样 好还是坏 善还是恶的 你这一念当中 你不可以 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被转了 你要用你的清静心怎么样来转 一念之间 你把它转过来 看到好的都是好 看到不好的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平等的 你不会被这些所看到的 而所影响 影响到你的心 扰乱你的清静心 中风果是就是叫我们这样学 当你看到好的 看到你不好的 看到顺境 看到逆境的时候 一句阿弥陀佛 头一句都是阿弥陀佛 你这样修 等于你跟阿弥陀佛这句缅号 跟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融合而已 你这样修行才会成就 这个是从眼睛所看到的色相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耳朵 我们耳朵所听到外面的这些的声音 比如说有人批评你 你会感觉厌恶 发脾气 不喜欢有人赞召召你感觉很欢喜 很快乐 中风果是叫我们学佛不要这样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让你开心就开心 让你烦恼就烦恼 你要在这个境界当中 怎么样去转这个境界 那个才是修行 不要因为听到一些你喜欢的 你就感觉很欢喜 听到一些不喜欢的 你就很发脾气了 你不要在这个境界当中去造也 这比如说你的鼻子 闻到一些香味 你喜欢的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闻到不好的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或者我们的舌头 尝到一些味道 我们喜欢的 你的境界是怎么样 你的境界是怎么样 好的是怎么样 甚至于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意念 这意念里头 你不会落下了这些的影子呢 从你的内心的贪嗔去卖 自私之里没有力 你会不会被这些污染 而落下这样的影子吗 这个就是六成 所以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这个心 在讲中风果师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心 我们现在这个心 全部被污染了 就是通过 通过什么 这六种途律 就是六根接触六成 天天都是在被污染了 我们有没有发现了 我们有没有觉悟了 六根接触六成 我们有没有这样 眼睛 耳朵 鼻子 六根 你的六成 但是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 外面这些的境界 外面的这些六根接触六成 这些六成 这些境界当中 他真的能够污染我们的心吗 他真的吗 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问候 外面这些境界当中 真的能够污染我们的心吗 六根接触六成 真的能够我们被迷惑吗 说实在的 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真正修行的人 真正念佛的人 这个倒不一定 也不一定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他都不害怕 而且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远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中 不但不会被污染 不会被迷惑 而且天天都在继续不断的生智慧 真的耶 会修的人 会念佛的人 有真正修行的人 他不怕这些境界 六根接触六成 不但不会被迷惑 在他的心目中 不断的都在生这个智慧 所以在这个都是教我们中风果师 要我们如何用心 如何去觉悟 要不然中风果师 不会在此地说 在城中了自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接触外面这六成的境界中的时候 中风果师要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能够了头 在这个境界当中 在这个六成当中 你能够去觉悟 对于静缘 你要通通去明白 静缘的意思是说 顺缘 逆缘 善缘 恶缘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要真正的去明了 而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的内心一定要不受干扰 这个很重要 你心要如如不动 你看我们现在每天就是这样的 低到境界的时候 心有没有受干扰 有啊 心有没有动 有啊 每天都在动啊 波动啊 波动跑得太快了 在境界当中 我们常常就这样当中 我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讲一个故事 我有认识一位居士 她是女祭司的 也是我们道长的护法 她有一天 我亲眼看到 她被一个莫名其妙 骂得好难听 然后呢 事情过后我就来问她 你还好吗 她说很好啊 师父 刚才那个人骂你怎么样 哎呀师父 那个小事 是我自己不好 所以今天呢 她骂呀骂得好没关系啊 她跟我讲这个 你心里难受我心里都很难受 我根本都不难受 不但不难说 我也不会跟她计较 如果今天我跟她计较 我跟她没什么两样 而且她跟我讲一句话 哎师父很好耶 为什么呢 帮我消业障 帮我消业障 多好耶师父 难得有人要帮助我消业障 那不是不但我们不恨她 我们要感恩她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孽 你莫名其妙 人家一个人骂你的时候 你会难受呢 会不会难受 讲实话 讲老实话 有些莫名其妙 有人将来批评 毁谤你 侮辱你 伤害你 你会不会难过呢 师父 说实在的 我会难过 这个讲老实话嘛 对不对 像以前台南有一位老居士 他发现到这个香机 就是厨房去煮菜的 遇到有一个老人家 没事 常常遇到 老人家常常骂他 这个老居士 只要这个老菩萨骂他 他就是很大声念阿弥陀佛 他一边走一边骂 他一边走一边念阿弥陀佛 反正他 在旁边发老受的 他就是在念阿弥陀佛 有一天有人在问他 你为什么他骂你 你的佛号越念越大声 他说我没办法呀 我真的没办法 他骂我心里很难受 但是呢 我要避免他的声音 他越骂我越念大声 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没事啊 所以有一天如果有人在骂你的时候 你的佛号要比他更大声一点 听不到他的这个骂的声音 真的耶 这个方法很好耶 这个是在台南哦 我遇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啊 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前了 中风稿是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看下面 这个就是我们现前在生活当中学佛 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学习 换句话说 我们在所学的佛法 一定要用在生活当中去培养的 在生活上去锻炼 而不是说天天拿着经书而已啊 所以中风稿是在这个地方 要我们所学的佛法 所念的佛号 你要在这个生活里面去培养啊 去增加你的福德 去锻炼啊 你的忍辱啊 种种的 不是天天拿着经书而已啊 你拿着经书 没有用途啊 或者拿着念诸 还有很多人说啊 学佛不是天天要念经吗 不是这样的吗 我今天要诵死不经 或者拿着敲着木仪 拿着引庆 这个叫做学佛吗 虽然这个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我们到讲堂来听经 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我们今天去闭关 我们今天去闭关 去森林 或者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去到那个地方去闭关 也是一种方式 或者我们到一个寺庙去打佛器 去念佛 他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或者我们去参禅 或者去念作 种种的 都是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能用这样学佛的方法 去要求所有的人吗 我们能够要求别人 这样跟我们一起做吗 你喜欢念经 你要求别人要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参禅 你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打坐 你能够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在那边坐着念佛 拜佛 你能够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我们能够永远都关闭起来吗 闭关起来吗 不见人吗 躲在房间里面 诵经念佛 拜佛 或者我们永远拿着念珠 或者拿着经书 经本 就不面对的生活吗 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下面 这个显然啊 都是不是现实的 他不是现实的 我们一定要明了 我们现在拿着经本 在学习 其实实际上啊 不是要脱离现实的生活 不是要逃避我们现实的生活 不是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的 我们今天拿着经书 我们在那边的念佛 在那边听经 或者在那边打佛气 是要更好 更好什么 更快乐 能够回归到这个生活上啊 把这个佛法应用在这个生活上 让我们这个烦恼的心 能够脱离出来 让我们这个生活能够更有意义 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 能够更幸福更美满 这个就是学习佛法的好处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你今天所学的 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去配合 你今天所念的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融合而已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方法 无论听什么样的经 希望经过学习 在这个生活里能够回归到你的快乐的生活 所以蝇光大师过去曾经啊 讲一段很精彩的开始 我们看下面 蝇光大师 蝇光大师不是讲了一句非常好吗 我相信大家对这一段开始也是很熟悉啊 蝇光大师怎么讲呢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穿衣吃饭 衣食住行 行住咒握一句阿弥陀佛 不令间断 从这个里头 蝇光大师 把我们这个蝇明念佛 用在哪里 用在其中啊 用在生活啊 你每天要不要吃饭 你每天要不要吃饭啊 要啊 你每天要不要喝水 你每天不要工作 你每天是不是要煮菜 到时候要做一些杂物 每天都要做的啦 但是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不影响我们工作啊 所以过去古大德 所以过去古大德 常常在开支当中 常常我们会听得到 教导我们在生活中 要把佛陀的教委 把佛德这个法 落实去学习 去培养自己的福德啊 要去培养的 佛法都是生活 生活都是佛法 弥陀名后 也都是生活 生活都离不开阿弥陀佛的 看你怎么样去转 你一念之间 你怎么样去转 你看那个过去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 就是越南的一位大德 名叫义行和尚 义行禅师 很有名的 很有修行的 很可惜 前几天刚刚往生 寿命96岁 在法国 我过去曾经啊 一到几次啊 两三次 因为我们的师父呢 请他到印尼去弘法 他刚刚往生的 你看哦 他16岁出家 16岁出家 他在出家以后呢 他的师父啊 叫他去做什么呢 叫他去洗碗 他天天洗碗 哦 他心里好难受 哎呀 我说 我出家 我要来修行的 我出家要来 将来要来 要红法的 怎么 每天叫我来洗碗呢 他好难受啊 不能接受 他师父天天叫他去洗碗 所以他闷在里面 闷得好痛苦 每次问他的师父 他师父都不讲话 师父只讲一句话 赶快洗碗 天天叫他去洗碗 有一天啊 这个一行和煞 在洗碗当中呢 刚好这个我们佛教不是有这个威萨姐吗 威萨姐这四夜出发就是有活动 就是一般在那个南传的佛 在东南亚的就是五夜多 五夜这个会做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那个 这个什么 西达多 这个为这个西达多 这个 这个 一佛 做一佛节 一佛节 就是 人啊来到佛堂 拿着一个水 来帮助这个西达多 来洗他的身体 把那个水冲在他的身上 那有一天啊 这个一行和煞呢 也看到这样 哎 这个方法 这个意义啊 非常有意义 哦 很多人哦 很多人啊 来到这个寺庙哦 哇 天天 是这样做的 那个一行和煞看到这样呢 那回到 到这个 他的住处呢 到这个厨房呢 每天洗碗呢 把那个碗当做什么 当做西达多 当做西达多来洗 哇 好欢喜啊 大家不是洗 一佛嘛 一佛节嘛 哇 那个大家很欢喜 很开心 很快乐 哎 我今天也是一样 当做 当做西达多 把这些碗当做西达多 来洗 哇 越洗越欢喜 越快乐 最后呢 他才明白啊 他真的是明白了 原来我师父啊 教我洗碗的目标 是什么呢 克服你的傲慢心啊 要懂得学习怎么样的谦虚 像我刚刚出家也是一样 我师父天天叫我去洗厕所 我好难受 我真的好难受啊 我为什么叫我每天洗厕所 洗了一年 你想一想 那个道场 我们师父道场 一栋楼有五层楼 有两栋 你想一想 天天搞这些 我搞得我心里好难过 睡觉的时候 抱怨 吃饭的时候 抱怨 天天洗这个厕所 好没面子 你看 你看很多人来来往往 你看 血无法子在那边洗厕所 后来我师父才告诉我 就是这样的 让你修复 让你懂得 佛法 不是在 在那个念佛堂 佛法在哪里 在生活里面 你要去锻炼它 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家父 家庭的祖父 现在很多家庭祖父都很烦嘛 天天洗碗 天天煮菜 天天都要忙这些 不但给自己煮菜 给自己吃 还要煮给别人吃 天天这样 又要生孩子 又教育孩子 又打理这些 做你人真的好辛苦 做你人真的业障深重 我们常常在这个佛堂 常常会得到 这些家庭祖父 祖父 做你人真的很辛苦 以后下辈子 不敢再做你人了 那做什么 做男人 做男人也是很辛苦 做男人好 不生孩子 还不用煮菜 谁说的 很多 像以前 我有一位认识一位女巨士 每次到她的家 有活动 住她家 她太太 跟她的先生讲了一句话 我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 给你生孩子 给你看孩子 天天煮菜 我现在已经老了 我不想干这一个了 所以吃的要简单 所以她一天只有煮一餐 真的 她说很烦 我现在要好好的用功 我好好的念佛 其实实际上 我们看下面 实际上最后的 我们如果 能一念转过来 一定能够转过来 像异形产生那样 那又何尝 不是在修行 所以在生活当中 把我们学的佛法 一定要应用在其中 点点滴滴 都是在修行的 一念之间而已 你把它转过来 这样我们念佛的人 这样我们念佛的人 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明了 以后在洗碗的时候 无论在生活当中 处事待人接物 做种种的事物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一种心情去做 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结果一定不一样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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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给大家讲清楚 不要让大家误会 我不是劝大家 不要悼念佛堂 以后天天跑在哪里 跑去洗碗 不是 不是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这个你不要误会 师父说今天 学佛法师讲了 我们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念佛堂念佛 也不用在这个网络 共修了 不用了 没必要了 从今天开始 我可以在这个跳舞当中 去学佛 或者在唱歌当中 去学佛 种种的 不是 你不要误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这个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无法回避 这些的琐事 我们应该用一种 健康 乐观 欢喜 绝望的心态去面对 而不应该把这些的事情 看成什么 看成我们自己的障碍 你不能 这样修行念佛 学佛 无论怎么用功 我们是不会有成就的 你不能把这些 变成你的障碍 变成什么 变成你的修学的功德 培养你的福德的功德 一种心态来写 欢欢喜喜去做 开开心心的去做 煮饭的时候阿弥陀佛 煮菜的时候阿弥陀佛 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手势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你在修复 当做你在修行 当做你在锻炼 当做你在磨炼你这个心 让你这个心能够平静 让你这个心能够快乐 我们很多人都是给自己障碍 太多的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 去转自己的心态 说老实话 我们看到历代很多念佛往生的 在念佛堂往生的还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你看这个净土圣选录里面 有记载 比如说宋朝的黄达铁 黄达铁念佛在哪里成就的 念佛在成就在哪里 在生活上 在打铁 天天打铁 天天 以前他们学佛 他们念佛 打铁很辛苦 现在一边打铁一边念佛 一边念佛一边很乏气 一边很快乐的 而且最后 欲制十字往生西方节的时间 三年 他不认识字 最后往生之前 讲了一首诗给大家 这个缘 这个法缘 哪一首诗 叮叮当当 打铁成钢 太平将近 我往西方 你看 讲完就走了 多自在 他成就在哪里 在生活上 还有清朝的 清朝是谁 东瓜和尚 他在华延安出家的 他的口头禅是什么 念佛不在嘴 参禅不在腿 所以他每一天出家 头一天开始 天天逛大街 他在大街上念佛的 他修行 念了多少 十年 他在大街成就的 而且往生之前 告诉他的这个 童山道友 讲了一首诗 终日走解放 心中念佛忙 世人都不是 别有一天堂 念完就走了 但是今天我的意思 不是教你天天逛大街 不是 不是 不是教你天天逛大街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就是说 教我们要培养 最后的 俱行和尚 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 因为我们有八观灾界 要过这个 这个什么 过不时 所以今天 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简单来说 作为一个总结 念佛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念佛 佛法不离开世界 都是一样的 你要把这个佛号 跟我们的生活 能够融合而已 在这个生活里面 慢慢的去培养 在六根接触六成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一句佛号 不离间断 像应光大师所讲的 这个简单 作为一个简单的介绍 下个星期 下一次 再继续给大家 来习讲这个三十系列 最后来会介绍 这个净土生选路的一个 最精彩的故事 就是俱行和尚 念佛成就的故事 因为他最后 有人问他 你念修行的成就的经过 是以什么方法成就的 这个下一次再给大家分享 那首先最后 你再过几天 我们会迎接新年 迎接新年 在这个地方 祝福大家 在这个新年 大家一定要像我们师父上人所讲的 诸恶莫作 岁岁平安 众善奉行 年年如意 好好念佛 好好修行 当然每一天都是好 每一年都是好的 今天祝大家身体健康 老实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